未婚妻去 KTV点男模却不肯付钱 被拍视频上了热搜 男模被他叫人打进医院 他半夜叫我去付医药费 我让他给我个解释 他说不就是玩个男模 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男人别这么小心眼 我心寒意冷 一分钱都不想出 他一脸比一的斥责 别跟我玩欲擒故纵 马上给我转二十万 不然休想我嫁给你 我指着门口让他滚 你想嫁我还不想娶呢 把彩礼还给我滚吧 婚礼取消后 他又想复合 做梦去吧 女子去KTV点男模不肯付钱 还把人打进医院 睡前刷到这条同城热搜 我差点笑出声 这年头 总是有那么多奇葩出来丢人现眼 但点进去一看 我顿时笑不出来了 视频里的女子正脸被打马了 但马赛克打得很敷衍 露出了大半张脸 我一眼便认出 那是我的未婚妻 视频中的他故作疑惑地质问那位男模 酒是你喝的 你不给酒钱 还反过来问我们要小费 为什么 他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宝格力项链 耳朵戴着一对地府尼耳环 手腕戴着一只卡蒂亚手桌 全都是我前几天买给他的 上周试完婚纱之后 他声称要买几样首饰搭配婚纱 精心挑选了一番 这些首饰花了将近三十万 当时刷卡的时候我心里在滴血 但是看到他收到首饰后脸上露出的笑容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他口口声声说要在婚礼上面戴的首饰 现在却带着他们去KTV玩男模 视频评论区有知情者爆料 这女的叫男模不肯给小费 还要男模付酒钱 男模不让走 他叫了几个男人过来把男模打了 现在那几个男的被拘留 男模躺在医院 要这女的付医药费 后续男模肯定还会索要赔偿 哪个大冤种娶了这女的 真是到了八辈子没 我立刻拨打未婚妻的手机号 但打了好几通都无人接听 给他发微信也是时辰大海 没有一点回复 等了半个小时他终于主动联系我了 给我发来语音 照寻我现在在医院 你快点过来 记得把银行卡带上 赶紧过来 听出来了 这是要我过去付医药费呢 要是我没刷到视频 听到这话肯定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 心急如焚 但现在我心中只有冷笑 这是把我当提款机了 我先前给他发的微信有几张视频截图 想要听听他做何解释 谁知他一句解释都没有 只惦记我的银行卡 这婚 还有结的必要吗 第二章 三更半夜出门 按照柳如焉发来的地址 我开车来到医院 柳如焉已经等在门口 神色焦急 见了我二话不说 就拉着我往收费窗口跑 一边跑还一边抱怨 我不是让你快点过来吗 你怎么来得这么慢啊 这么紧要的关头 你还给我掉链子 他对我总是诸多抱怨 每次有事找我帮忙 我都是随传随到 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 帮他解决问题 但无论我做得多好 他对我总有不满 也就只有在收到 我送他昂贵礼物的时候 会施舍给我一个笑脸 到了收费窗口前 柳如焉把住院单递给收费员 便催促我交钱 入院的时候 我已经交了三千块钱押金 后来医生要我再存八万进去 你赶紧过来交钱吧 果然如我所料 就是把我叫过来付钱的 可我现在已经不想再为他 多花一分钱了 柳如焉见我迟迟不掏卡 满脸不耐烦的催促 还处在那里干嘛 赶紧把银行卡拿出来 付钱啊 那语气 就好像我欠他百八十万似的 我不理会他的催促 拿出手机 播放那段热搜视频 当着他的面质问 你去 KTV点南模 就不打算给我个解释吗 柳如焉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 看样子 他早就知道自己上了热搜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快结婚了 办一场婚前单身派对 跟几个好姐妹一起开心一下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在我面前 他倒没有像视频中那般嘴硬否认自己叫南模 但他的三观令我震惊 你是我的未婚妻 跑去跟别的男人亲亲我我 还觉得没问题 柳如焉翻了的白眼 搞得好像是我在无力取闹一样 现在还只是未婚妻而已 我又还没有嫁给你 叫一个南模玩玩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用得着在这里大惊小怪吗 我胸腔里的怒火几乎快要喷不而出了 转头就走 柳如焉在我身后大声喊 喂 你要去哪 把钱交了再走 照寻你给我回来 你现在要是赶走 咱们的婚礼就取消 休想我嫁给你 我回头冲他微微一笑 那我谢谢你第三章 从医院出来 开车回家的路上 手机微信消息提示音响个不停 不用想也知道是柳如焉发来的 我懒得理会 刚回到家 手机铃声响起 我以为又是柳如焉 刚要聚接 却发现是妈妈打来的 儿子 你是不是跟如焉吵架了 好家伙 柳如焉在我这得不到回复 竟然大半夜的去骚扰我父母 我赶紧问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他一开口就骂人 说我跟你爸是乡下人 没素质 交出来的儿子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骂了好多 骂得可难听了 我听得咬牙切齿 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怒火 又冒起来了 柳如焉一直看不起 我是农村出身 也看不起我的父母 他经常在他闺蜜面前 甚至当着我的面 说我是凤凰男 可我至今为止 都不明白 他的优越感到底从何而来 他是本地土著 但家里住在郊区 房子是爷爷被留下来的一套楼梯房 他家里还有个弟弟 一家四口挤在面积不到70平的老婆小里面 他父亲是小学老师 母亲在医院当护工 弟弟在家啃老 而他自己则是大专学历 在一家小公司当前台 月入四千 相较之下 我是985大学硕士毕业 学历比他高得多 工资更是比他高十几倍 可在他眼里 这一切似乎都比不上他的那张城市户口 第四章 安抚好父母之后 手机又收到柳如烟发来的语音 赵寻 你现在给我转十万 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婚礼如期举行 给你十分钟 赶紧把钱转到我卡上 都这时候了 他还拿自己当个宝 觉得嫁给我 就是对我莫大的恩赐 我简直要气笑了 娶你 别恶心我了 现在我正式通知你 婚礼取消了 把之前给你的彩礼还回来 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等着收律师函回复完之后 我禁止将柳如烟的微信 和手机号拉黑 随后约当律师的好兄弟周宇航 去酒吧碰面 他一见面就说 兄弟 你该不会是想借酒消愁吧 别傻了巴唧的喝闷酒了 柳如烟去 KTV玩南魔 你应该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走 咱们也去KTV 叫几个女魔玩玩 听见这话 我心里一阵发苦 柳如烟叫南魔不付钱的新闻 现在还在同城热搜上面挂着 估计我的整个朋友圈 都知道我的头上长草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正在暗地里看我的笑话 你就别笑我了 我叫你出来不是为了喝酒 那种烂女人 不值得我为她借酒消愁 周宇航拍拍我的肩膀 你能清醒过来就好 早跟你说了 柳如烟不是什么好女人 她眼里只有钱 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 真不知道她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对她这么死心塌地 之前怎么劝你都不听 还说我故意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心里很懊悔 不止周宇航 父母也劝过我很多回 记得第一次带柳如烟回家见父母 她嫌我妈做的饭菜不合胃口 闹着要我给她点外卖 父母事后对她的评价是 刁蛮任性 自私自利 不适合结婚 我当时反驳说这是有个性 改于做自己 我喜欢 真是蠢透了 我给周宇航到了杯酒 表示道歉 不说这些了 我约你出来 是想让你帮我看看 之前我给柳如烟的彩礼 走法律程序的话 能不能全额拿回来 之前在订婚宴上 我父母给了柳如烟家 68万彩礼 还有价值28万的三斤 一开始 她家要的彩礼是38万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兴许是见我态度爽快 她父母起了歪心思 窜度女儿向我提出加价10万 随后又连续两次加价 彩礼一路涨到68万 我当时一门心思想娶她 明知她家狮子大开口 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父母怎么劝都劝不动 现在想想 当时的自己真是脑子抽了 幸好现在清醒还不晚 周宇航是专打离婚官司的 他告诉我 我跟柳如烟只是订婚 尚未领证 也未办婚礼 彩礼和三斤是可以要回来的 第五章 律师函还没来得及发出去 柳如烟第二天一大早 就杀上门来了 昨晚还口口声声威胁我 要取消婚礼 看来还是舍不得我这台提款机 她知道我家门锁的密码 直接按密码 就带着她的三个闺蜜 闯了进来 赵徐 你把我拉黑是什么意思 别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 你那点心思我一进二楚 马上转十万到我卡上 不 现在要转二十万才行 不然休想我原谅你 柳如烟一开口便是心事问罪 那尖锐的声音吵得我头疼 我慢悠悠给自己冲了杯咖啡提神 指着门口赶客 不需要你原谅我 把彩礼还给我就行 滚吧 柳如烟皱起眉头 你不会真的就因为我去 KTV点男模这点小事 跟我生气吧 她的闺蜜们也开始帮腔 七嘴八舌地指责我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小心眼 不就是跟男模玩玩而已 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都还没结婚就管得这么死 那婚后还得了 男人的控制欲真可怕 如烟是你老婆 现在有困难需要你帮忙 只要你出二十万就行 可你却见死不救 就没见过像你这样 对自己老婆这么抠的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我将咖啡杯往桌面重重一放 直接回队 一个个的大清早 跑来别人家里放狗屁 我们一没领证 二没办婚礼 她什么时候成我老婆了 再说了 像她这种 喜欢给男人戴绿帽的老婆 我可不敢要 听听这是什么渣男语录 我早就说了凤凰男不靠谱 如烟你就是不听 看看 现在原形毕露了吧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说话这么粗鄙 如烟真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这种凤凰男 柳如烟的闺蜜们 胡搅蛮缠 明明是柳如烟犯错 却来指责我这个受害者 真是荒唐 我气得把咖啡杯狠狠摔在地上 怒火道 滚 都给老子滚出去 他们本就是色力内人 被我这么一下 立刻便灰溜溜地跑了 第六章 回床上睡了个回笼觉 睡醒后精神抖擞地去公司上班 刚开完早会回到办公室 就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柳如烟的父母 他爸沉着脸 端起架子训斥我 赵荀 如烟跟我说你要取消婚礼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的宝贝女儿去 KTV玩男模 给我戴绿帽 谁来给我一个解释 我冷笑着对回去 别说的这么难听 就只是让男模陪着喝喝酒 聊聊天而已 顶多就亲个嘴 又没有上床 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妈辩解道 这你都要介意 也太小心眼了 果然乡下来的就是杜亮晓 大男人不要这么斤斤计较 他爸也跟着熟弱我 我真的要气笑了 也算是明白柳如烟三观不正的根源在哪 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妈又说 你赶紧给如烟转二十万 再好好给他道个歉 如烟气量大 不会跟你一般计较的他爸冷哼一声 说 我们柳家是书香门第 如烟是土生土长的城市孩子 而你出生在农村 说难听点就是你腿子出身 从各方面来看 你都配不上如烟 是因为如烟喜欢你 我才同意这门婚事的 我忍无可忍 直接发火了 我是985大学硕士学历 柳如烟什么学历 我年收入八十万 柳如烟一年挣几个钱 我有房有车有存款 柳如烟有啥 我家在小县城有三栋自建房 光收租一年就几十万 你们家那套郊区破房子值几个钱 谁配不上谁 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他爸被我训得脸色铁青 钱钱钱 张口闭口都是钱 一身铜锈 有辱斯文这话听的 我都想翻白眼了 一边嫌弃我童秀 一边找我要钱 真搞笑 这么不喜欢我的钱 那就赶紧把彩礼还回来 一个小学老师 竟然还敢自称什么书香门第 哪来的脸啊 他爸气得手指头哆嗦 指着我骂 反了你 这是跟老丈人说话的态度吗 快打住 谁是我老丈人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他爸又要冲我发火 他妈悄悄拉了下他的袖子 他妈一脸鄙夷说 赵寻 你这回闹得有点过了 再闹下去 如烟可就真不嫁你了 到时候就算你跪着求他也没用我去 感情他们还在自以为是的认为 我只是在闹脾气 到底是谁给他们的底气 哦 是过去那个对柳如烟千一百顺的我 那个愚蠢的我 我把自己的蔑视不加掩饰地摆在脸上 他想嫁我还不想娶呢 我嫌他脏 两个老东西瞬间变了脸色 在我的办公室破口大骂起来 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 直接叫保安上来把他们拖走 第七章 关于追回彩礼的事情 我全权委托给周宇航处理 实在不想再去看柳如烟一家丑陋的嘴脸 周末约周宇航出来吃饭 他给我带来了一则重磅消息 那晚柳如烟叫过来打人的几个男人 其中一个是他弟弟柳红之前 被拘留五天放出来了 但男模那边要他们赔钱 不然就起诉他们柳如烟他家 现在到处找律师呢 但他们又不想花钱 问的都是法律援助 这一家子真是抠到家了 我真心无语 叫男模想白嫖 现在请律师也想白嫖 我越想越觉得恶心 决定加码 除了彩礼和三金 还有我之前送他的礼物 价格超过五千的 我都想要回来 律师函发出去之后 我不知道柳如烟一家 会有什么反应 也不关心 几天后的夜晚 柳如烟带着他父母 又找上门来 门锁的密码已经被我改了 他们进不来 就在门外框框砸门 脏话不断 我报了警 然后接着睡 没过多久 门外就安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 我收到房东发来的催促信息 柳如烟在市中心上班 离他远在郊区的家 三十多公里远 他嫌通勤时间长 又强烈反对婚前同居 让我在他公司附近 给他租一套单间 房子是他住 但承租人是我 租金也是我在付 每月五千 我立刻拨通房东的手机号 张姐 房子我不打算继续租了 你收回去吧 租房合同还有半年才到期 你现在退租 押金我可不能退给你哦 我当即同意 宁愿不要押金也要跟柳如烟彻底切割 第八章 第二天 我在小区的地下车库 遇到了柳如烟 他神色憔悴 抱着手臂靠在我的车门上 身边竖着两个大号行李箱 看样子是被房东赶出来了 赵玄 你为什么没有交房租 他一见到我就立声质问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我房东 来催我交租的 我笑了 房子是你住又不是我住 凭什么要我交房租 可是之前一直都是你交的 他一脸的理所当然 我想了想 打开手机备忘录 一边记录一边说 这你倒提醒我了 之前我替你交的房租 我算算具体多少钱算好后 我会让律师给你发律师函 到时跟彩礼一起还给我 柳如烟气得脸都歪了 起开 别弄脏我的车 我将它从车门上推开 可柳如烟又像狗皮膏药般贴了上来 紧紧抱住我的手臂 眼眶开始泛红 赵旬 你不爱我了吗 我被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急忙把它推开 有话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柳如烟咬着嘴唇 眼眶闪烁起泪光 似乎想用眼泪唤起我的侧影之心 赵旬 我知道你肯定还爱着我 我不计较你先前对我态度那么差 也用不着你跟我道歉了 婚礼可以如期举行 我也可以答应在结婚前搬过来跟你一起住 你先帮我把行李搬进去吧 表情是楚楚可怜的 可是语气却一如既往的遗址气势 我真的要吐了 你还是回你自己家做梦去吧 梦里啥都有我打开车门正要上车 突然从柱子后面闪出一个人影 我一眼就认出 那是柳如烟的弟弟柳红 他手里拿着一个扳手 气势汹汹地跑过来 王八蛋 我现在被人起诉了 都是你害的 我要砸了你的车 我一点都不出 指着挡风玻璃说 砸这里 使劲砸 你敢砸 我就立刻报警 我不介意让你多坐几年牢 这小子立刻就怂了 敢怒不敢言 你被起诉是因为你打人 你打人是因为你姐 干老子屁事 丢下这句话 我坐上驾驶座 驾着车扬长而去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以后跟柳如烟再无瓜葛 只等着他家按法律程序 归还财物 谁料才过去一周 柳如烟又开始搞事情了 第九章 他在短视频平台上面 注册了账号 发了一个视频 内容是之前在地下车库 发生的事情 文案为 男友一情别恋 女子卑微求复合 被前男友无情推开 视频是剪辑过的 也没有声音 画面从柳如烟 站在车旁开始 我将他推开 他不死心地贴上来 我再次将他推开 最后他双眼泛红 眼眶泛泪 看起来可怜又卑微 评论区都在心疼他 同时又怒气不争 这个女孩子太痴情 卑微的爱情不要也罢 姑娘 醒醒吧 这种渣男不值得你为他落泪 女人要学会爱自己 渣男原地爆炸吧 短短一分多钟的视频 我被塑造成抛弃女友 狠心绝情的大渣男 网友心疼他的同时 都要狠狠踩我一脚 随后有网友扒出 他就是前不久 点男模不付钱事件的当事人 热度顿时飙升 再度上了热搜 趁着这波流量 柳如烟开了直播 引来几十万人围观 他画着精致的妆容 对着镜头解释说 自己当时被分手太气愤 叫男模是故意为了气我 看我会不会回心转意 又说后来发生打人事件 也是一场误会 当时大家都喝多了不理智 他还叫上他的闺蜜团 来帮他作证 那几个女人完全歪曲事实 声泪俱下的控诉 我平时对柳如烟有多糟 而柳如烟 则成了他们口中 为爱默默忍受屈辱的恋爱脑 现在终于清醒过来了 直播的最后 这几个女人 还互相为彼此擦眼泪 上演了一出姐妹情深 并劝告网友 姐妹们 我们女人一定要独立自强 千万不要为了男人丧失自我 不值得网友们 打了鸡血式的疯狂刷礼物 很多上了头的网友 开始对我进行人肉搜索 将我的个人信息扒出来 丢到网上 从大天开始 我不断收到渣男去死 渣男下地狱之类的辱骂短信 第十章 这是闹得很大 公司里不明真相的同事 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父母打电话来安慰我 我笑着反过来安慰他们 别担心 没事的 周宇航气得拍桌 劝我干脆关机得了 但我一笑置之 手机可以设置拦截 陌生人短信和来电 但我也没有这么做 他们现在骂得有多欢 事后被打脸的时候 就有多疼我在翻找之前 跟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选择性的截图保存 游柳如烟向我所要礼物的 包括各种名牌首饰 包包 鞋子等 游柳如烟让我帮他还网贷的 多达数十次 有柳如烟以各种理由向我借钱的 但全都有借无还 这些证据足以证实 我平时对柳如烟有多好 要是传出去 可能不仅驳不到同情 还会被网友嘲笑为舔狗 但我不在乎 我要柳如烟名声扫地 将这些截图制作成视频 发给周宇航 为了发展业务 他几年前就开始经营短视频账号了 主要做法律案例分析 积累了十几万粉丝 周宇航很讲义气地将视频发到他的账号上 并配上一份填膺的文案 好兄弟被绿 捞女倒打一耙 天理何在 视频带上了女子点男摸不付钱这个tag 直接言明这个捞女就是柳如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我的视频也火了 如我所料 我被贴上了舔狗的标签 饱受群嘲 只是舆论的风向并没有因此而转换 网友还是更加相信柳如烟之前所言 他叫男摸单纯只是为了弃我 对于这种状况 我一点都不意外 女生在舆论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因为跟男性相比 他们被认为是弱者 人们本能地更加相信弱者 我也没指望靠一个视频就能扭转局势 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 第十一章 我去了医院 探望那个被打进医院的男摸 他叫刘童 原先是个长相出众的帅哥 可现在他脑袋缝了几十针 鼻梁鼓断了 整张脸被打到破相 刘童非常气愤 他本就靠脸吃饭 现在不仅被砸了饭碗 又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要到赔偿 对柳如烟恨之入骨 想报复吗 我问 刘童咬牙切齿道 我已经起诉了 一定告到底 你起诉的是他弟 以后被判刑的也是他弟 他什么事都没有 算什么报复 怀恨在心的刘童 很轻易就被我说动了 在我的指导之下 他在自己的视频账号 发了一个自拍视频 我立刻让周宇航转载 给刘童引流 在刘童的视频里 他还特意用了自己受伤前的照片 跟现在伤痕累累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 跟柳如烟相比 受伤的刘童成了弱者 他顺利分走了网友们的同情和心疼 舆论开始指责柳如烟 这打得也太重了 可不能用一句误会就轻飘飘接过去的 虽然不是他动了手 但那几个打人的家伙是他叫过来的 他应该负全责 趁着热度 刘童开了直播 控诉柳如烟当初在KTV就是想白嫖 他还隐晦地暗示 当时他跟柳如烟在包厢的卫生间发生了关系 这顿时引起轩人大波 网友们纷纷跑去询问柳如烟 他当然不会承认 可就算他矢口否认 大部分网友还是信以为真 人们除了更加相信弱者之外 也会更加偏信负面新闻 我又去医院探望刘童 问他 你真的跟柳如烟发生了关系 柳如烟企图通过歪曲事实来操控舆论 现在却被舆论反噬 我去他的评论区为官 骂声一片 但还是有一部分网友坚决维护他的 声称 就算真的发生了关系又怎么的呢 他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 我无法理解这些人的脑回路 将之前收到的辱骂短信截图保存 做成视频让周宇航发到视频账号上 文案写着 当初网爆别人的人 建议你们都去看看脑科 我给周宇航束大拇指 骂得好 周宇航告诉我 他收到了几百条私信 都是来道歉的 让他向我转达 我猜想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丝毫歉意 只是顾忌周宇航的律师身份 害怕收律师函而已 柳如烟这边 继续若无其事地发自拍视频 仿佛根本不在乎网友的骂声 我看他的简介 已经跟传媒机构签约了 估计是想利用这波流量 酝酿直播带货 但我岂能让他如愿 原本我只是打算让他返还彩礼而已 可他非要给我泼脏水 我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开始执行第三步计划 第十二章 我找了私家侦探 跟踪柳如烟 像他这种女人 物欲远大于自己的收入 需要靠别人的钱才能存活 失去我这台提款机 他肯定会去找别的提款机 私家侦探不负所托 很快给我发来了照片 照片里 柳如烟左拥右抱 同时跟两个男人进了宾馆 我震惊了 但又丝毫不感到意外 只是觉得这两个男人 看起来有点眼熟 仔细回想 我终于想起来了 除了柳红之外 当初殴打男模的 还有另外两个男人 就是他俩 他们的面孔在视频里一闪而过 不仔细看都不会注意到 我不知道柳如烟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跟他们搞上的 但肯定是发生在男模事件之前 也就是说 柳如烟这个贱女人 早就给我戴了好几顶绿帽 我怒火中烧 但越是这种时候 就越是要沉得住气 让私家侦探继续调查 没多久又给我带来一记猛料 那两个男人 竟然都是有父之父 柳如烟的节操 再一次刷新下线 我怀疑 他根本没有节操这种东西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将私家侦探拍到的照片 匿名寄给那两个男人的老婆 然后就等着看好戏 而他们也没有让我等多久 只过了两天 就东窗事发了 那两个男人的老婆 联手捉奸 直接在酒店大堂 上演首次小三的戏码 私家侦探很上道 开了视频通话 给我全程直播 我看到柳如烟 被两位袁佩压在地上 抓她的头发 挠她的脸 柳如烟装都花了 整个人狼狈不堪 两位袁佩一边揍一边 骂她见货 而柳如烟只有惨叫求饶的份 我看得津津有味 给私家侦探发了几个红包 作为打赏 现场有很多围观群众 所以不用我特意出手 这件狗血新闻 当晚就上了热搜 原先还投铁支持 柳如烟的那部分网友 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他们迅速倒戈 转为支持那两个 遭受老公出轨的可怜原配 而柳如烟 则被钉死在小三的耻辱柱上 她的名声彻底臭了 第十三章 毫无意外的 之前跟柳如烟签约的传媒公司 很快就跟她解约了 柳如烟带货捞钱的美梦 彻底破碎 我跟她家的彩礼官司 还在进行中 周宇航表示 这种官司短则三个月 长则半年 只能等 而且就算判决下来了 柳如烟一家极有可能赖账 到时还要申请强制执行 又得等 不过没关系 我等得起 官司还没结束 我又遇见了柳如烟 还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 这次她也拖着两个行李箱 只是脸上 已经全然没有先前的高傲 赵寻 我爸妈把我赶出来了 我现在无处可去 你可以收留我吗 我心里一阵阵冷笑 这女的前不久才给我泼完脏水 现在又跑来向我求助 脸皮到底有多厚啊 我忍着恶心问她 那你去找你的好闺蜜啊 来找我干什么 她哭着说 她们都不理我 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微信 什么姐妹情深 原来都是塑料姐妹话 我幸灾乐祸了一番 又问 你爸妈为什么把你赶出来 那俩女的 来我家楼下拉横幅 骂我是小三 邻居们对我家指指点点 我爸说我败坏家风 吵着要跟我断绝关系 他们好狠心啊 柳如烟哭得泪流满面 可怜兮兮 可我心里无法对她 生出一丝同情 我眼神冷漠地看着她 她突然止住哭声 在我面前转了一圈 问道 赵寻你觉得我今天穿得好看吗 这个问题突兀又神经 把我都弄乱了 几个意思 柳如烟开始搔手弄姿 我这才注意到 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 还带着我之前送她的三件首饰 以及我求婚时送给她的钻件 她妩媚一笑 说 你看我今天穿的裙子像不像婚纱 之前是婚纱的时候 你夸我是这世上最好看的新娘 赵寻 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想穿上那件婚纱嫁给你 我打了个冷战 后退一步 大白天不要说这种鬼话 怪吓人的柳如烟立刻变脸 哭着骂我没良心 我懒得跟这个疯婆子废话 强行将她身上的项链 耳环 手镯和钻戒脱下来 柳如烟挣扎着怒骂 赵寻你疯了 抢我东西干什么 婚礼取消了 这些东西不再属于你 现在物归原主罢了 柳如烟气得直跳脚 逃出手机报警 我不跑 悠哉悠哉地站在原地等警察来 第十四章 我被带去警局 一边喝茶 一边听着柳如烟声泪居下的指控 等她说完 我从容地打开手机 调出消费记录 又出示了电子发票 证明这些首饰 是我出资购买的 任柳如烟 说破嘴也没用 可这些东西都是你送给他的 算是赠予 你现在要回去不合适吧 一名警察 看柳如烟哭得梨花待遇 忍不住为他说话 又是对所谓的弱者的同情 我笑了笑 说 这些都是为了婚礼准备的 现在婚礼取消了 原因是他出轨 那我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拿回去 有错吗 警察哑口无言 三个月后 彩礼官司顺利结束 毫无悬念 我赢了 也毫无意外的 柳如烟家拒绝归还财物 我申请了强制执行 柳家的资产都被冻结了 柳如烟的父亲因为上了失信名单 被他任职的学校开除了 以后甭想领退休禁 柳如烟的弟弟被刘同告了 最终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法官宣布判决结果的时候 柳如烟的妈妈当庭昏倒 中风瘫痪了 至于柳如烟 我后来在街上又偶遇了他 当时他正跟一个长相丑陋 身材肥胖的中年男拉拉扯扯 当街怒骂 玩完了就想拍屁股走人 不付钱你休想走 他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看样子那男的是想白嫖 这是不是就叫报应呢 当初他白嫖男模 现在别人白嫖他 也不知此刻他心里做何感想 但都跟我没啥关系了 又过了几个月 周宇航打电话通知我 柳如烟被抓了 被判了偷窃罪 具体判了多少年 我没听清 因为我怀里抱着心交的女朋友 正忙着跟她进行激烈的碰撞运动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